金色女神迪丽热巴在北京红性梅凯隆商场露面 引起了粉丝的热烈反响 迪丽热巴 迪丽木拉提 她的忠实粉丝们亲切地称之为镀金女神 最近在北京红性梅凯隆活动中亮相 穿着了一款2023年秋冬George Hobbit Cat的礼服 是借为支柱族欣赏 她的魅力不仅仅体现在电影荧幕上 还体现在时尚领域 这证明了她的吸引力不断持久 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聚会 更是对迪丽热巴 她卓越的成就 以及她与崇拜者之间深刻联系的一次盛大庆典 迪丽热巴从一位才华出众的女演员 蜕变位时尚偶像 成为红性梅凯隆的品牌大使 她的旅程举世无双 她不仅在祖国中国 而且在全球 赢得了数百万人的心 她的崛起是对她卓越的才能 和无可否认的魅力的最佳证明 金色女神这个昵称反映了 她散发的超凡光环 吸引眼球的不仅仅是 她在活动上穿着的耀眼礼服 更是她所代表的优雅 风韵和魅力 这个镀金女神不仅仅是一个头衔 她使她在红毯上和日常生活中 轻松演绎的形象 在红星梅凯隆的活动现场 早在迪利热巴亮相之前 就已经充满了电力 整个场馆变成了一片粉色的海洋 这个颜色完美的与她迷人的 个性和与品牌的紧密联系 相辅相成 这是一场视觉盛宴 反映了她的存在 捕捉到了优雅和魅力的本质 使这个活动更具意义的是 购物中心的其他店铺当天都没有开业 就像整个商场都联合在一起 为她敬爱的镀金女神的到来庆祝一样 然而 真正让这次活动难以忘怀的是她的粉丝 迪利热巴的崇拜者们脸上 洋溢着灿烂的微笑和明亮的眼睛 他们充满热情地涌向了活动现场 悬挂她的名字迪利热巴 迪利木拉提的横幅在 她的支持者手中自豪地飘扬 当他们为他们心爱的偶像欢呼时 他们的声音奏响了欢快的和谐 这一时刻美丽地凸显了迪利热巴 与她的粉丝之间深厚的联系 这是一种超越电影荧幕和时尚世界的联系 她的粉丝倾注的爱和崇拜之情 在他们分享的真诚的言辞中显而易见 女神八门拯救世界反映出她几乎超凡的美丽 哦 我的美丽公主 你愿意嫁给我吗 凸显了她受到粉丝们的钦佩和崇拜 今生不后悔进八门 证明了她激发了她崇拜者的忠诚 终极的优雅 和我的小豆真美 我都要陷入美梦是对她无法言喻的魅力的表达 女神的出现只是承认了她不可忽视的光环 让我们的朋友在下次追星时为我们带来好运 表现了她的粉丝与她联系的希望和乐观 真正的公主 是对她威严存在的简单而深刻的认可 在明星常常来来去去的世界中 迪丽热巴能够抓住她粉丝的心 保持成为一个备受喜爱的人物 这真是令人瞩目的 她的魅力和优雅使她成为一个永恒的偶像 随着她继续如真正的镀金女神般闪耀 全世界都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她的下一次璀璨亮相 无论是在红毯上还是在她忠实粉丝的心中 迪丽热巴 迪丽木拉提不仅仅是一位女演员和时尚偶像 她是持久美丽和与崇拜者真诚联系的力量的象征 新评未有暗相来 15岁艾米凶悍引人关注 新剧未有暗相来的最近发布在娱乐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观众和评论家对此褒贬不一 该剧拥有一支强大而吸引人的演员阵容 包括周叶 王兴月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5岁的新星艾米以她在片中饰演的前指一角 吸引了观众的关注 展现出了聪明和美貌 使她的角色脱颖而出 此剧是她闪耀的平台 与周叶 资深女演员徐帆以及陈子涵等成熟演员一起合作 该剧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其演员阵容 周叶扮演的花前一角 以其美貌和表演技巧受到了赞誉 她能够传达角色的情感 赋予角色深度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 56岁的资深女演员徐帆 在剧中饰演皇后 充分发挥了她的丰富经验 呈现出一场耀眼的表演 她在荧幕上的存在位故事增添了庄严感 她的表演才能堪称卓越 陈子涵在该剧中的表现 因其自然和优雅而备受关注 她的角色扮演带来了一种真实感 为整个故事增色不少 整个演员阵容在时 未有暗箱来引人入胜 和引人入胜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显然 他们的综合才华为该剧的吸引力 做出了贡献 然而 该剧的真正抢尽人物是15岁的艾米 她饰演的前指一角 她的聪明和美貌使她的角色脱颖而出 她的表演技巧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如此年幼的艾米已经展示了她的才华 并在娱乐行业建立了较高的认知度 她在未有暗箱来中的表现是 她对演艺事业的专注和才能的名正 艾米在娱乐界的发展之所以引人注目 是因为她从童星开始 从童星过渡到青少年偶像并不是一件小事 艾米能够这样做不仅证明了她的天赋 还证明了她的坚韧和努力 娱乐界对于年轻演员来说 可能是苛刻和无情的 特别是对于如此年幼的演员 艾米在这个如此幼小的年龄 就能够在业内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 这不仅表现了她的韧性和辛勤工作 作为一名15岁的女演员 艾米展现出了惊人的表演深度 她所饰演的前职角色既可信又引人入胜 她成功地表达了角色的情感 展现了卓越的成熟度 这不仅展示了她的才华 还预示着她在娱乐界的光明未来 她能够与观众建立联系 使角色更加可亲 这在演艺界是一项宝贵的资产 对于艾米的未来 前景看好 人们对她在未有暗相来中的 未来表现寄予厚望 她在该剧中的成功 无疑为她未来 在娱乐界扮演更具挑战性和多样性的 角色铺平了道路 像艾米这样的年轻才俊 能够抓住观众的心 成为娱乐界杰出人物并不罕见 她的才华 奉献精神和认知价值的结合表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颗新星正在展露头角 总之 新剧未有暗相来 因其强大而吸引人的演员阵容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其中包括周夜 徐帆以及年轻杰出的演员艾米 尽管评论褒贬不一 但不可否认艾米在前指一角的表现产生的影响 她的聪明和美貌使她的角色脱颖而出 她的表演技巧赢得了业内的广泛认可 艾米从童星到青少年偶像的成长之路 证明了她的专注和才能 对于她未来的表现充满期待 娱乐界急切期待着这位有前途的年轻女演员 不断成长和取得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